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出不少至今还在坚持LOL的召唤师的心声 张子宁也表示虽然选到了本命英雄题目 但是和解对线压力还是很大 希望下一次选到提莫队长不会送命了 其实从比赛中看得出来 此营确实是火箭少女中最热爱英雄联盟 也是玩得最好的一位 不过毕竟技术有限 而且提莫打击这种爆发刺客本身也不太好应对 所以也很期待她下一次还能来到英雄联盟表演赛的现场 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观赛体验 最后就是萌萌哒的超越妹妹 她作为这次表演赛的任务对象 待遇非常凄惨 就连她在泉水挂机等金钱的时候倒步 那镜头都要在她身上晃动三四下 而她自己也发布表示 自己只是一个小辅助弱小而无助 为什么要来追杀我委屈 被包围的那刻我知道跑不掉 但是为战而亡我不怕 同时也非常感谢队友们保护我 下次换我carry全场 能有这般豪言壮语 对于一个女生来说还是十分难得了 这一次七周年英雄联盟表演赛 还是非常精彩有趣的 比如前职业选手艾罗丽中后期 被吴希泽的结各种戏法各种秀 超越妹妹比赛中途 泉水挂机与秘末 也也商店老板讨价还价等装备 孙一涵小炮石头人开大庆祝 杨超越拉克斯 对着泉水强行空大等等 带给很多小伙伴们新的电竞体验 不得不说娱乐圈 还是有很多小狗UZI的粉丝的 这一次孙一涵便主动于 Uzi和影流念 王克蒂也在采访时 表示自己是忠实的狗粉 所以才在表演赛上选出威恩 希望能打出好的表现